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的環節 我們這一節請來的嘉賓 有預材證券研究部副總監陳偉聰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我看到農曆新年的長假期之後 本港第一個交易日 竟然第一個交易日有脫腳的情況 還未能夠紅盤高開 見到那個跌勢都非常之厲害 都曾經迫近十天移動平均線 現在暫時跌已經165點 到23195點 看回外圍方面 美股方面這幾天假期就收押 杜瓊斯指數連跌三天 也失去20,000點水平 至於內地市方面繼續是優市 A股方面的兩個 湖廣通和新廣通都未快恢復 2月3日才恢復 另外公佈了內地數據 官方的PMI數字 輕微下跌到51.3 這就是略略盛過預期 不過港股的方向似乎未能夠跟到 現在港股是否比較牛皮 這個星期來講 始終來地方面都還未有市 所以都預期這兩天 整體是港股的波動性 都仍然不會太大 還有都可能繼續會跟回外圍的市況 會比較多一些 你說昨晚或者是上星期五晚 美股繼續開市 都看到Dow Jones加起來 都跌了兩百多點 那的確是有過的警號 就好像給大家有過的擔心 就說會不會特朗普 之前炒那個的行程 已經是告一段落呢 反而現在大家擔心的 就說特朗普近期都限制一些移民 入境的政策 會不會進一步 都會拖累當地一些科網的公司 甚至乎如果你說 在貿易保護主義升級的時候 會不會都令到整體美國的經濟 或者是美金方面的走勢 都會是受壓呢 變相這些的擔心 都令到近期的美股 都做得不是太好的 但是我自己 就對於這一方面的因素的看法 就不止說太過負面了 就算你說近期 特朗普好像說一些的話 或者是簽的那些政策 都還是比較強硬些 但是實際上你說 對於美國整體的經濟 或者對於當地的企業盈利方面 是否會帶來一個很大的衝擊呢 我相信至少在今年的上半年來講 都不會這麼快體現出來 還有接下來可能是一些減稅 放寬一些金融機構的監管 甚至乎再建一些基建項目等等 其實對於整體美國的經濟來講 都還是有一個推動力 所以美股整個牛市 我自己看就不會這麼快結束的 極其量短期做回一個調整 都是屬於合理和健康的 對於港股來說也是的 始終它在聖誕節之後 由低位21,500點 升上來升到23,400點 整體的升幅 都有接近是2,000點這麼多 你說短期裡面 不斷做回整股呢 都絕對不出奇的 你看到今天的恆指都只是跌百多點 你看到跌幅都比美股小 反映到現在市場的情緒 都不至於說太過悲觀 還有內地剛剛公佈PMI的數據又對版 還有在放假之前 看到人行方面又有些流動性的提供 再加上大家都對於今年一些改革的行程 都仍是有信心的 所以我都相信這一段恆指方面 不至於說真的會跌太多了 暫時看回調十天線 23,000點這些位置 都應該是有個不錯的支持的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能夠守得住的 我都相信這一段的升浪 接下來都還可以延續下去 我暫時都對於你說 在二月份方面的市況 我還是看得比較樂觀 好 接下來的市況看得比較樂觀 轉看看就是其他版塊 可以留意有很多版塊 在澳門旅遊局公佈 由年30到去年初三 累積的房間人數到45.73萬人次 按年增長了4.8% 而內地旅客佔29.87萬人次 近30萬 到去年同期增加近5% 今天來講 浩賭股有個別發展 尤其是1928 現在中國還未能夠跟到 跌近1% 還有34.2% 其他也有得升 好像新浩國際 都看到一個月高位 最高見過12元 現在還有11.92 泳嶽澳門升超過1% 最高見過14.64 都創了一個月高位 現在還有14.44 至於228.2% 就是美高煤 升超過1% 還有15.3% 看回今次的春節的旅客 看到有個上升的情況 現在來說 是否可以繼續看好博彩股呢 是的 看回旅客的數字 當然是不錯 你說內地旅客 去澳門方面 較去年的春節方面 都升超過5%以上 算是一個挺利好的數據 還有我都相信 這一陣的旅客 過去澳門 整體過夜的佔比 都會比較高 因為都看回 在放假之前 都看到澳門大部分的酒店 都是Full Booking 還有整體的房價方面 都是有個提升的 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如果那些旅客 過到澳門 是過夜的 兼且可能過夜的日數 都比以前是長的話 變相都會令到 整體的賭收方面 都會有個增加的動力 因為很多時候 人們可能晚上睡不著 就會下去賭場 再賭過 變相對於整體的賭收方面 都是會有個正面的幫助 所以我相信 今次提到這個數據 就不是單單聚焦在旅客的人數 反而就是過夜的比例 或者他們每一個人 去到賭場的時候 整體消費的金額 我都相信能夠都是會增加的 所以變相對於這些豪賭股 短期來說 都應該是會有些幫助 但為什麼你說1928 金沙反而跟不到呢 都可能是關於 在放假之前公佈的業績 都看到其中一個深賭場 就是巴黎人那邊 都是由於受到個別賭客 可能比較旺 比較幸運的因素影響 都令到賭場的正贏率 都是有個急跌的情況 可能因為這個業績的因素 令到現在的基金 可能在選豪賭股的時候 首選都未必會選一隻金沙 反而可能會有些換馬的動作 就由金沙那邊 就換回去永利 換回其他豪賭股 令到金沙方面 短期的走勢 都可能會比較落後些 好的 暫時都是 看到它是個別發展 就是唯一一隻 金沙中國是跌了來的 另外跟你跟進 就是關於外圍 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 有一個多個行政命令 引起爭議 都看到美元要下跌 美匯指數跌穿了100水平 對於什麼股份會有影響 是否一些出口股 尤其是出口去美國的股份 當中看到1999敏華控股 都跌了下來 跌近7% 中午收捕在4.65元的位置 亦都見過一個月的低位 就去到4.59元 曾經跌了8%下來 這一隻股份 現在去到這個低位 其實你覺得影響大不大 有沒有機會可以反彈 是的 始終現在美國特朗普那邊的政策 大家都還是比較擔心 在貿易保護主義方面 會升級 對於很多進口的產品 接下來都可能會有一個關稅上面的提升 還有這一段看到美金方面開始回吐 變相都令到美國進口方面的額 或者那個量 或者整體的需求 都會有些負面的影響 所以我都相信這一段的炒作行程方面 大家都可能會避一避 就是出口去美國方面的公司 當中你說去香港上市的 剛剛提到好像是敏華方面 之前都有幾大的佔比 就是它的梳化產品 都是出口去美國為主的 所以變相對於這間公司來講 當然是有一些影響 另外也可以留意到 維珍妮2199 它本身都是做一些運動的服飾 或者是一些內衣的產品 比較大的市場都是去美國那邊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這隻股份 同樣地都是受壓的 我都相信如果你說這一段 大家都繼續是擔心特朗普 接下來對於貿易方面 繼續是會有一個收緊的政策的話 這一類的股份 我覺得暫時都應該是 避免去到買住的了 看淡一點和美國 借出口相關的股份 2199維珍來中五十五 五角七號八 都跌近6% 可以留意一下 謝謝Jason 跟我們跟進了大市和個別板塊 和股份的情況 講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我們下午再跟大家跟進 講股表現 謝謝小ructural 謝謝小明星 謝謝小明星 感谢观看